2017年一部《我的前半生》让原权火了一把,虽然是女配角,但是观众对她的喜爱,丝毫不亚于女主角,藏着一张高级帘的原权,用精湛的演技征服了观众。 原权1999年,参演首部电影《春天的狂想》,凭借饰演的周小梅一奖,获得第十九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,同年,出演首部话剧梁柱。 2000年,原权参演或近期导演的电影《蓝色爱情》,凭借饰演的刘云一奖,获得第八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,以及第2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。 2002年,原权又凭借电影《美丽的大脚》,获得第2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,这些年,很少在影视剧中出现的原权,其实一直活跃在话剧舞台,在热的舞台上,原权也贡献出《暗恋桃花园》、《简爱》、《青蛇》、《活着》等佳作,在话剧界原权被奉为话剧小公主,特别是简爱。 原权也获得了第26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,这是对话剧演员的最大肯定和鼓励。 很多观众在我的前半生之后,一直期待原权在演电视剧。 今年4月,原权就接演了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剧《风在起时》,剧中饰演女主角何小英,出身高干家庭,在改革浪潮中,深感自我价值实现的不易。 放弃舞蹈事业,出国留学,归国后,在行业内大显身手,蜕变为新时代独立自主的女性。 那主角则是因为人民的名义,再次走红的陆毅。 她饰演一位拥有坚定信念钢铁意志的军人,退伍转业后投身国家经济建设。 与原权是青梅竹马,两人虽然纷纷和和,但始终深爱对方。 这位老干部是否能超越晋东,和原权擦出不一样的火花泥。 除了两位主演之外,这部剧还汇集了朱宇辰,韩童生,丁永戴,张灵心,吴勉,吴刚和张成光等实力派演员。 这又是一部人民的名义的节奏啊。 这部剧8月6日已经杀青,你期待吗? 说说你从哪部作品开始认识人权的